谁会在一台SUV特径上去找机型呢 极客7X给到的都是两个字 从容 都说现在的国产新能源卷 卷智能 卷空间 卷舒适 卷配置 卷价格 天马行空 天花乱坠 现在已经卷到了情绪价值 那谁说纯件SUV不能有适合远方呢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台极客7X 带给了我们什么情绪价值 那之前我们已经对这台极客7X 进行了详细的静态体验 所以从研制方面 它处于现在第一梯队 这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那作为一个即将成为2025年的纯电动车型 那续航方面当然就不能让我们焦虑了 极客7X全系搭载了800V高压平台 而100千瓦时麒麟电池版本的车型 最大的续航里长能够做到780公里 而搭载75千瓦时金砖电池版本的车型 最大的续航里长能够做到 605公里 它们的充电倍率能够做到5.5C 也就是说从10%不能到80% 只需要10.5分钟的时间 那不能5分钟就能够增加240亿公里 我身边很多朋友的车就像百宝箱一样 随时随地能拿出各种东西 那目之所及车内就是很乱的一个状态 我们一般管这叫乱中有序 当然能够承载乱中有序的一个基础 就是这台车有足够的储物空间 这台极客7X拥有62升的前辈箱 616升的分层后备箱 以及全车32处的储物空间 如果这些还不满足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后排座椅放倒 然后扩展出1978升的更大的储物容积 这样的话我们上车之后 东西不就可以随便放了 很多人选择SUV车型 它就是为了让这台车 能够适应更多的使用场景 当然了这样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整台车的性格可能没有那么突出 尤其是年轻人 谁会在一台SUV车型上去找机型呢 别着急 没准这台极客7X就能给到你 最大功率 475千瓦 风之扭距 710牛米 在运动模式下一脚电门到底 这台车它可是三秒级的加速成绩 这种被吸在座椅靠边上的感觉 还真的挺解压的 当然了 这也是我们在城市里边并线 以及在高速上面超车的底细 因为它有足够的动力储备 当然直线快并不算快 那这台极客7X在弯道里边 车身稳态的表现 在20万元级别的纯电动SUV里边 肯定是出类拔萃的水平 因为前几天我就开了一个价格相仿 其他品牌的纯电动SUV 它整个悬架的设定软软糊糊 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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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里边的确看起来非常舒服 坐起来也很舒服 但如果一旦上了山路之后 整个过弯时候那种侧星 作为驾驶员来说信心就没有那么足了 而这台极客7X它前边是双插臂 后边是五连杆 一个妥妥的运动悬架的标定 刚才我在场地里边也进行了一些 小的重心转移的测试 整台车能够给予驾驶员的信心 还是非常足的 所以无论是外部视角 还是驾驶员坐在这里的感觉 极客7X给到的都是两个字 从容 而且这台极客7X还跟我们配备了空气悬架 刚才在场地里边 别看它是一个运动健儿的身份 那整套悬架的标定就是一个 欲强则强的水平 把它的空气悬架抬升45毫米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 它走非服装路面的时候 会磕碰到电池组了 我也体验了一把纯电动车 大马力脱困的感觉 因为是纯电动车型 所以电控系统对于车轮的控制 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我们在面临一些交叉轴 或者是滑轮组 这种需要脱困的情景的时候 只需要稳住油门 剩下的就交给电控 那平时我们自载游 遇到一些土路 那心里边不就游刃有余 而且780公里的续航能力 做一些成绩的自驾游 肯定不需要担心续航的问题 那这台车不就妥妥的 白天自驾游 晚上不要封山吗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把电动车 这种多元化的形式 整合在一个整体 会是什么样子 而这台极客7X 它不就很好的打了一个样吗 如果放在燃用时代 运动属性的SUV 可没有这么强的通过性能 那但凡越而越属性的SUV 又没有那么强的弯道策畅支撑 如果但凡有点性格的车 那就更不要追求 什么大空间和智能化了 那现在这台极客7X 还跟我们配备了智能泊车 以及浩瀚支架2.0系统 再结合22.99到26.99万元的价格来看 这台车算得上是20万元级别 纯电动SUV里边的一个多面手了 今天试驾下来 我感觉这台车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我严重的建议大家 找一下附近的体验店 来实际的感受一下这台极客7X 这台极客7XX 这台极客7XX